本机场内滞留大批旅客 航空人员疏导现场状况 与协助旅客一切平安返家 现场一片紊乱 而飞行过程中旅客有感受降落过程 晃得非常厉害 非常晃啊 就一直在上上下下 心里会有想说可能会停在草原基金 出去的时候知道说台风会来到高雄吗 还不知道 很晃很恐怖 小港机场三班转将淘机 台湖航空首尔金浦飞回高雄 长龙航空分别是上海浦东和首尔人川 飞回高雄 原本四日晚上十点四时 从首尔飞高雄的长龙BR171航班 因为小港机场还是长风好雨 甚至尝试降落两次不成 最后在凌晨十二点多转将桃园机场 长龙航空一百多位旅客完成通关手续后 再由机场派出游览车将旅客送回高雄 另外在桃园也在三日深夜紧急宣布 沐行区光华国小因为道路崩塌封闭 无法通行 因此光华国小四日停班停客 还窥台风角居旅客行程大受影响 打乱空中交通旅客大机前 要随时留意班机资讯 记者刘志展李廷熙桃园采访报道 我是陈志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